四天連假晚上到碧壇風景區來 除了能夠走吊橋看夜景之外 晚上十點之前 還能夠來看到這三顆幾米月亮 看這裡 一 二 三 耶 一群好朋友帶著小孩 要和幾米月亮來張合照 好姐妹也七嘴八舌 討論怎麼把月亮捧在手裡拍照 然後那個右手低一點 往前伸一點 欸 對 對 碧壇風景區湧入遊客 幾米月亮在夜色中 散發蛋黃微光 掛著大大笑容 可愛模樣吸引民眾朝聖 滿有童話故事的感覺 對 所以這地方滿值得來的 還不錯啊 滿別字的 所以這三顆看起來像什麼 我就像南瓜 這個十五米月亮漂浮在壁壇上 11月21號之前 每天朝五點半到晚上十點 就會亮燈 白天看幾米月亮 能搭配風景 倒影更清晰 但晚上有光影變化 兩種風格大不同 商店街小吃攤前 連擊賣遊客 店家忙著幫抽豆腐塗醬汁 隔壁攤賣烤肉串的生意也不錯 還有大腸包小腸攤商 也期待四天廉價 能做更多生意 多個一兩倍一定有的 一定有 對 是要應付這個廉價的人 是的 沒錯 他會期待人很多嗎 還是... 當然期待喔 太久太久都沒有活動了 幾米月亮為壁壇風景區 帶來人潮 遊客打卡拍照玩得開心 周邊店家攤商 也樂得搶賺觀光財 謝謝鄭宗鴻 就已經沒事報道